八门还反银修门 此人修矣 怎么说呢 自古有云啊 哀兵必胜嘛 啪就跟着高潮了 后边呢 也跟着这个屁股上掌牙 满嘴喷粪 哈喽 大家好 大卢又来了 哎呀 又更新了啊 怎么又更新了呢 又出事了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预测了 事情发生的特别突然 心情很沉重 所以我赶紧用他出事 这个太极时间点啊 起了这么一个奇门遁甲局 这期节目呢 咱们主要的内容就是 解一下这一局 那有人问了 说你好长时间都不起局了 怎么这个事这么重要吗 对 特别重要 我说一下我的感悟啊 这个事件 他不仅仅是日本本国国内的一次恶性的刑事案件 他也是整个亚洲 乃至亚太地区进入2024年之前 换句话说啊 三元九运 大运即将更替之前的一个起点 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啊 他就是发生巨变的转折点 也可以说叫导火索 您说他重要不重要的 上来啊 咱们在开局之前 我还是先声明一个事 这个事呢 在以前的节目里无数次的说过了 就是奇门遁甲这门术术 他是悟出来的 是修出来的 不是学出来的 所以咱们一上来先说好了啊 这期节目不接受所谓同行啊 一些爱好者的抬杠 而且啊 大卢在这忠心的劝告一下啊 这些拿奇门遁甲当语文数学外语 当学科去研究写论文啊 甚至有的人拿奇门术术当玩的人 您如果没有师承 没有传授啊 甚至有的人连九天玄女都不信 那您别碰这个奇门遁甲 您随便起局消耗的 可是你自己的真缘 自己啊 多注意吧 而且有些人呢 想通过看大卢的视频 您就能把奇门遁甲学会了 这个不现实啊 我没有教您任何东西 我们这个视频也不是教学视频 比如说啊 以前留言里边啊 有朋友这样问 说大卢啊 这个奇门遁甲 这个地方怎么回事 这个一心换斗子怎么弄 这个地方用什么用神 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这个我是这么回答的 我说您既然都敢起奇门遁甲局了 那您必有师承 必有门户 您提的这些问题 您自己的老师啊 您的恩师 回答这个事情比较合适 您没必要来问我 那么言外之意就是什么呢 您没有师承 没正式学过 从网上搜点资料 弄点教材 您就别随便起这局了 那说到这儿 可能有人啊就反感了 说大卢太保守了 那这点东西啊 就不想分享是吗 不是啊 有这么句话 叫十个奇门九个疯了 我不让您学这个 是为了您好 当然大卢也承诺过 其他的述书 比如说我们即将 做这个教学视频的 大六任 那个咱们可以共同探讨一下 可以研究一下 每一门述书 它有自己的特点 奇门遁甲 关键在一个奇字 不是奇人 不是奇缘 你是没法接触到他的 好了 咱们闲话少说是 书归正传 安倍晋三遇刺这个事件 它是发生在2022年7月8号 日本本地时间 中午11点半左右 是这么一个 太极时间点 但是呢 由于奇门遁甲 这门述书 它的特点 它的局限性 发生在 利害国本土以外的时间 你不能直接就用 这个时间点起局 得需要时空转换 得需要一星换斗 所以我们用这个 太极时间点 转换了一下 才得到这么一个 奇门遁甲局 怎么转的 怎么换的 这个不告诉你 咱们就只说结果 我们最终呢 得到了 英顿五局 在正式开局之前呢 我们先说一下 安倍晋三这个人 咱们这一局 用什么天干符号 来代表他 来切入此局 愧策玄机 安倍晋三呢 是出生于 一九五四年的 一九五四年 对应的天干地支 是甲五 甲五海战 那个甲五 在七门遁甲之中啊 这个甲 它是不显化的 遁于六一之中 这个简单普及一下 有新朋友 可能不知道 七门遁甲 怎么回事 甲乙丙丁 物己更新人鬼 十天干 刨去甲以外 还剩九个 又有三旗 以丙丁为三旗 九减三 还剩六个 剩下这六个 为六一 六甲 分别顿于六一之中 那么轮到这个甲五 这一甲 它是顿于天干的心之内 所以这一局呢 咱们就以心 这个天干符号 来代表 这个安倍晋三本人 大家注意啊 心五行属金 西方更新金嘛 同时 如果按这个年命啊 我们只说 它的年命 八字里边 取这个两字 就是甲五 这个年命 它的五行纳因 它是属沙中金 所以这都对上了啊 整个它的五行 是属于金的 在这一局当中啊 齐门顿甲 这门术术 取用神 咱们用心 这个天干 代表安倍晋三本人 五行属金 注意啊 咱们说话要严谨啊 我只是说 在齐门顿甲 取用神当中 是这样 可没有说 六摇啊 六刃啊 紫威斗术啊 太乙神术啊 包括批八字啊 哎 你也去断这个 安倍晋三 是这么断 这个 各施各法 他不能互相穿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太极时间点 出事的这个时辰 他的八字 2022年7月8号中午11点半 得到这个八字啊 是人延年 定位曰 人序日 兵五十 我们分别把这八字的五行拍一下 最后得出这个结论啊 这个八字一共三个火 两个土 两个水 一个木 您看一下 就没有谁 就缺金 而安倍晋三 咱们刚才说了 他的年命 就是五行属金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啊 此时此刻 这个时辰 他不受上天的庇佑 被抛弃了 哎 所以这个杀手 钻了这么一个空子 选这个时间 有利于刺杀 咱们先清晰一个概念 清门顿甲盘啊 想一星换斗 想做时空转换 必须要明确一个主刻的概念 这一局呢 大陆是以利害国为主 以日本国为刻 当然这个主刻呀 不是理解为谁为主 谁就是主要的 刻就是次要的 不这么理解 在奇门顿甲之中啊 静为主 动为刻 哎 这个事不是在日本发生的吗 他是先动的 为客 哎 是这么理解 那么咱们先来看看这一局的中宫 为什么先看中宫呢 这还是 哎 我不告诉你啊 中宫里边呢 有两个天干 一个是物 还有一个暗干己 这个就很明显了 说整体的这个事件 它必然会对己和物有影响 己 我们怎么取它的用神 老朋友都知道 1949年 己丑年成立的国 哎 我们取它的年命天干己 来代表这个国 物呢 在奇门顿甲当中 代表图属性的一些这个行业 同时也代表财富 哎 代表金钱 这里边呢 如果按国家去说呢 它还代表利益 那么从中共去看 这件事件 必然会对利害国的利益 造成非常巨大的影响 那我们再来看看 安倍晋三这个人 刚才已经说了啊 我们取心这个天干负号 代表他的这个年命 那么心落在哪呢 是落在李九宫 注意啊 李九宫五星属火 心五星属金 火克金 不得宫位 同时 大家看 心落李九宫 在奇门顿甲当中 这位六一畸形 本身畸形了 奇门四害之一 而且九星又是天锐天秦 五黄二黑 双煞临命 再看八门 这一局这个八门呢 哎 很特殊 这个奇门顿甲当中的术语 叫八门反银 什么叫八门反银呢 就是八门所在的宫位 都是跟自己本宫的宫位 相反的地方 比如说李九宫的这个修门 他的本来的宫位 应该是在坎一宫 因为修门五行输水 修生伤度 惊死惊开 转盘奇门顿甲 还是这么转 他这一局当中 刚好赚到了李九宫 也就是水火相克 那八门反银 在整体的奇门顿甲 格局当中 我们怎么去断呢 就是说这种情况下 不管是好事 还是坏事 他都不会特别慢 八门反银的时候 这个事件发展 都会特别迅速 反应特别快 那隐身来说 此次安倍晋三 被刺事件 他对后事造成的影响 也不会说过几年 再发生影响 都是很快速的 就会显现出来 当然从这个李九宫里 还可以看到 此次事件 他的幕后黑手 他是谁在操纵这个事情 当然这个话题也就特别敏感 大卢在这呢 我就不去做过多的解释了 我就给您呈现一下 这些天干符号 老朋友 自己都能知道 怎么回事 你看这一个宫位里的天干 地盘是谁 鬼呀 然后天盘 除了安倍晋三的年命天干心 还有一个物 也就是说 鬼物相合了 在天干学当中 鬼物相合化火 火又克尽 您看这个心啊 又不得恭位 又六一畸形 然后还被这个鬼物相合 给偷袭了 八门还反言 修门 此人修矣 那有人说了 大卢 你就明明白白的 给我们说清楚了 说这个幕后黑手 到底是谁 是谁在买凶杀人 这个呢 您别害我 咱们这么说吧 您看历史上 有事件 比如说啊 民国时候 东北 张作霖 环孤屯事件 这现在了 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 在当时 有真相吗 谁能说 就是谁干的 对吧 所以 有些事情啊 他公布不公布真相 有没有证据 并不重要 大伙都认为 是谁干的 那个才重要 所以这个 您就从这个 李九宫的宫位里 自己去联想一下 哎 您想的 我觉得都对 这一局呢 咱们主要是啊 分析一下 此次事件 后边会造成什么 后果造成什么影响 这个看哪呢 咱们来看看 这一局的 知府 知府天盘 烙在哪了 天盘是烙在了 钱六宫 您注意啊 钱六宫 钱为天 这就说 这个事儿 大了 先看这一宫位里的 奇门顿甲 及胸格 这里边 天盘天干是人 地盘天干是乙 咱们先把这两个的 取用神 给大家分析一下 人 老朋友都知道 咱们以前用过这个用神 谁呢 小弯弯 1912年 仁子年 建立的中华民国 他的年命天干 就是人 那这个乙是谁呢 乙 就是日本国 为什么是日本国呢 因为我查了一下资料 日本的最早能追溯到这个公元前660年 我们不可能用那个年头来代表日本现在的年命天干 我取的是哪个呢 取的是1945年8月15 刚好是日本二战失败投降的那一年 为什么取这一年呢 因为我觉得这一年是日本重生的年头 刚好是军国主义倒台了 然后这个君主立宪之 施行了 那这一年他的天干地支 刚好是乙友 我们取他的这个天干乙 为这一局日本国的取用神 那取用神讲清楚了 咱们再看看这个吉凶格 秦门顿甲之中有个说法 这叫小蛇化龙大吏这个人和乙 也就是日本国和小弯弯 同时再看这个宫位里还有个暗杆 暗杆是乌 乌加乙 这个吉凶格叫青龙入云 听着就是个好事 所以说这件事啊 对于后边最大的影响 应该就是日本国这个乙 和小弯弯这个人 他之间的联合 有人说现在就已经不错了 不都已经互相支持了吗 不是 再往后边看啊 这里边九星为天鹏 是个大凶行 而且在这局当中啊 天鹏也叫贪狼行 遇到天干雾 这叫贪狼化鹿 再看八门为渡门 渡门的象意是什么呢 代表这个军警献特 部队 武官 也就是说 在这个宫位里 有这么一种啊 军人即将掌权的这么一项 按方位来说 这个八神的知府 本来的宫位应该是东方 地盘八神是藤蛇 藤蛇本来的宫位应该是南方 合在一起东南沿海 本身渡门本来的宫位 也是东南方 所以这个宫位里就直指 厉害国东南沿海 有可能要出事 同时天盘八神知府 地盘八神藤蛇 也是应了这个小蛇画龙之相 从地下要飞上天 同时这个宫位里 右上角还有个马星 主动啊 马星就主 快速反应 而且刚才说了 这一局还是八门反应 本身 它的反应 影响就特别快 再看呢 暗干事物物代表财富金钱 这就是说大炮加上黄金 这太可怕了 那我们从前六宫大胆的去判断 这件事对后边的影响 很快就会显现的 就是日本国跟小弯弯 它的联合是在军事方面 而且这里边日本国 还有一个民族主义 军国主义 抬头的这么一种小苗头 换句话说 这个自民党啊 怒了 说到这儿啊 咱联系一下这个时事 这两篇也在网上啊 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看了很多留言 有一部分人啊 尤其墙里边的啊 他做的判断是另一个样子 他觉得呢 这个安倍晋三啊 他不是右翼的吗 你把他干掉以后 这个日本呢 就会整体转左了 这个思维啊 他总是用厉害国 里边的这种思维方式 去思考全世界的事 日本呢 这个国家这个政治体系 他已经是一个很成熟 很完备的这么一个体系 你不可能因为刺杀了一个前首相 把整个国家的这个政治方针就都改变了 这不天方夜谭吗 而且大卢认为啊 这个其实反倒起了呀 一个反作用 这个右翼啊 他会更激进 而且这个民意会更往他们这边靠 怎么说呢 自古有云呢 哀兵必胜嘛 而且啊 刚刚啊 还看到了一个小道消息 首先说啊 未经证实 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呢 我分享给大家 就是说啊 在这个安倍晋三遇刺的那个地点啊 他不是有这个保安吗 保卫工作的这些人员 这个团体里有六个人啊 在那个地儿 已经抛肤自杀了 不管是这个事啊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咱们就说啊 日本这个国家啊 他是有一些人群呢 有这个武士道精神 这个武士道精神 如果上升到这个民族主义 那么这个事啊 他对于其他的邻国 他肯定是有相当的威胁 那么这个威胁到什么程度呢 咱们再继续看看这个秦曼顿甲局 那我们刚才说了 这一局当中 是以这个天干代表日本国 那么以天盘是落在了对七宫 看看这个宫位吧 这里边天盘是以地盘是饼 而且九星是天心形 天心又叫五曲 五曲星啊 啊 军国主义啊 当然这个事对于他这个国家 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这一宫位里临商门 也就是有一定的损失 但是您看这个宫位里还有岸杆 岸杆是丁 注意啊 这一宫位里的所有天干 齐门顿甲讲究三旗 什么是三旗 以丙丁为三旗 这个宫位里三旗俱全 以家丙 齐门顿甲的鸡熊阁 这叫齐一顺随 丁家丙 这叫兴随月转 齐神和鸣 这个词还用我去解释吗 得了是了 而且以家丙啊 我们的术语啊 这叫尽如格 什么叫尽如格呢 就是不计后果 不管是急还是凶 它都是一往直前 但是丁家丙 这个术语叫交扬格 什么叫交扬格呢 就是虽然有损失 我也望前进 举个例子来说吧 打仗之中枪林弹雨 这边子弹飞 那边大炮轰 上面还有飞机 但是也得拿着旗子 往上冲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您想想 这还拦得住吗 那么日本国 它是这么一个状态 针对的是谁呢 这看这个宫位的对宫 对七宫对面是镇三宫 镇三宫里边的天盘天干是谁呀 就是几 1949年几丑年成立的国呀 这就回到刚才咱们看中共所解释的 这个事件受最大影响的应该是厉害国本身的利益 说到这儿呢 再联系一下这个时事 安倍晋三遇刺这个事啊 消息传出来以后 厉害国里边有这么一部分人 人数还不少啊 欢了 开始庆祝 有的商家啊 还以这个为噱头啊 搞这个促销活动 就说这部分人 据大陆观察啊 他实际就是当初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的时候 为普京加油的那部分人 他们就是跟这个正常人的思维模式不一样 为杀人者叫好 为这个侵略者喝彩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对别的国家这个政治啊 特别敏感啊 分析的特别透彻 说哪个国家首相死了 哪个这个总统换届了 有什么内幕 这里边啊 有什么这个私下操作的事 他都特别明晰 但是一放到他自己身上 您看吧 咱不用说的太高了啊 就他们那个居委会主任换届 他都不敢放个屁 这些人呢 实际他就属于大陆以前做节目啊 曾经说过 有这么一部分啊 他是人的外形 但是已经没有资格入六道轮回了 有可能呢 就归到第七道 当然没有看过这个节目啊 这个第七道轮回了 新朋友您可以翻到 这个以前的这个节目再看一看 人如果没有了基本的对错观念 失去了人性 那大难必将来临 十年文革就是个例子 摆在那儿 怎么不吸取教训 不信因果啊 然后这个自己也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别人一招手 一个口号 啪就跟着高潮了 后边呢 也跟着这个屁股上长牙 满嘴喷粪 这样的人呢 送他一句话吧 恶人自有 恶人魔 好了 咱们接着解盘啊 后边呢 咱们看看啊 这个小弯弯 在这个事件当中 他最终会有什么变化 这个小弯弯呢 咱们是取人这个天干 作为他的佣神 那么人天盘 咱们已经说完了 地盘人 是烙在了坎一宫 这个坎一宫 天盘天干是丁 地盘天干是人 那么这个丁是谁呢 咱们这个盘当中啊 咱们取这个小香角 在天干之中啊 丁家人 这两个天干是化河的 跟刚才那个物鬼相合是一样的 丁人相合化什么呢 化木 注意咱们讲这个金木水火土系列当中 讲到这个木的时候 我说过 现在这个利害国里边 三元九韵的变化 为了迎接九子李火运 刚好是木器大旺的时候 那么从这个宫位 这个丁人相合去推测 就是小香角跟小弯弯相合以后 他会适应现在这个木器大旺的大势 会出现一点小事情 这个小事情是什么呢 大家看八门当中 这一宫位里是井门 井门主什么 主消息 主新闻 这个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卢一直以来的一个预感 就是说啊 他将来会有这么一件事情 或者几件事情 一个大的丑闻会曝光出来 那有人说了 现在这丑闻就不少 不够大 而且他还不够震撼 不够触及到所有人的利益 一旦有一天 这个惊天的丑闻 暴露出来以后 他对咱们所说的这个鬼 他对那些那部分人群 他的影响应该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而且再次提醒大家注意 这一局可是八门反银 不管哪一门 他造成的影响 都是反应很快 很迅速 大家翘首以盼吧 好了 今天就播报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开订阅 把小铃铛打开 下期更精彩 下期更精彩